大家好 歡迎收看Gentlemen 今天我要介紹Stable Diffusion Comfy UI 的版本 這一集應該兩個禮拜前就要做 但這兩個禮拜 AI 界的新聞簡直是一浪接一浪沒停過 搞到我做片的 schedule 濕到爆了 剛剛度過了一個相對平靜的週末 分開好幾天終於就做成了這一集 Comfy UI 的操控性是很強的 比較容易做到你想要的效果 看完這一集可能你都會加入Comfy UI 的行列 好 這一集由零開始帶你走出新手村 Comfy UI 有安裝版和collect版 一如以往我都是介紹collect版 跟Last Band一樣我建議大家用新或者清空了的Drive 我們按描述欄第一條link去到Comfy UI 的頁面 這個Comfy UI 是非常有用的網頁 裡面有很多很多超實用的範例 回到上一頁 拉低少少你會見到Windows版 如果你要在自己的手機裡run 就按這個 再落少少就是collect版 我們入這個collect版 來到collect的介面 接下來這幾部都要禮牌 首先 複製一個副本去自己的Drive 它現在就已經在你的Drive裡面了 然後看看是不是在用GPU 執行階段 變根執行階段 看到這裡是GPU便可以了 接著要選用Google Drive 之後就可以執行了 第二部分就是控制你的Comfy UI裡面有什麼內容 例如Model Laura VAE Upscale ControlNet等等 你會見到有很多編碼 不用怕 全部和我關掉 在每一句的前面加個井 就可以關掉它 除非你有東西 想要它幫你下載 不然我們直接可以放進Comfy UI裡面 現在你打開Drive 入到Comfy UI Model 將相應檔案直接載入就可以了 Checkpoints就是放Model Upscaler我特別想說 推介一個好用的Upscaler 就是4倍Ultra Sharp 描述欄有Link 拉低一點就會見到4倍Ultra Sharp的File名 按進去之後只要下載4倍Ultra Sharp的PTH這個檔案就可以了 其他就不用全部下載了 如果你沒有東西要它幫你下載 你就可以直接跳過 下面就是最後一部分 它有兩個選項 根據指示 我們走第一個 如果第一個不行 才運動第二個 好 連結出來之後 就按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按繼續 這個就是Comfy UI的介面 每一個功能都分拆到好像一個個方塊顯示 方塊之間就用線來連起它 相同顏色就可以搭配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都幾簡單 這個是Model Clip就連去兩格 這兩格都是寫Prompt 一個寫Prompt 另一個自然就是負面的Prompt 它們會連去Sampler 裡面的設定就跟WebUI見到的差不多 所有功能其實都幾一目了然 是不是很容易上手呢 現在你看到是沒有Laura這個方塊 所以我們就加一個 給它一點點空間 然後Right Click 這個是我網絡不好 沒什麼影響的 我加一個Laura Loader 現在就可以加Laura 還可以在這裡設定它的比重 銅色配銅色 你拉一拉條線就可以了 這樣看就清楚一點了 這樣看就清楚一點了 還可以加其他的Laura 我們再加多一個就行 把線接上去 今次按一個Laura 那些位置放好一點給大家看清楚 我們現在試下Run一次吧 圖片就會在這裡顯示 然後我們進階一點點 由於所有功能都可以獨立控制 所以就可以做到人物和背景分開的Gen 或者把圖片分割處理 或者把圖片分割處理 把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這裡我就把背景分開處理 然後再加多一個 把最後的成品加工的Group 所以一次就可以將兩張不同感覺的圖片 每次當你設定好這些Note 最好是把JSON 如果不然下次開啟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Default 那你下次直接把JSON 檔 拉進去 到網上的網絡 圖片上就可以了 圖片分割之後 就在Default內的 benim grandes UI 入圖內 基本概念我想大家都有 現在就是新手村的最後一關 我就想把兩個角色加入背景 這裡可以利用Loyce Lantern Composition 來看一下官方的介紹 這個原理簡單理解就是把幾個部分 好像背景和角色去分開 然後在它們還有很多Noise的時候就進行融合 將它們壓在一起然後再Denoise 這裡的Sample它是將四個Image壓在一起的 分別是一個背景和三個角色 總部數就是16部 將圖是1280x704 而每個角色就是256x512 我們都來試一下做 這個就是我跟著它的描述做出來的版面 我會將這個教學檔放在描述欄 今次我想做好像文字遊戲圖 兩個女生在運動場 就在這裏 Model 我就用了剛剛出的Anything Version 馬上來試試 下面就是Lagative Prompt 接著就是Laura 背景和角色的設定 背景Prompt 只是寫關於背景的形容 背景大小 我們就參考教學 設定1280x704 KSample Advanced 這個設定很重要 大家要留心 在選擇 選擇Enable 總部數 我想試試 就和參考不一樣 這裡我選了20部 下面的設定 你們就按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接著就是個重點 我們只需要它計算4部 因為我們要圖像 還有很多Noise的狀態 所以這裡是選4 去到第4部就停 而且我們需要它把正燈的Noise 退走 那就是這裡 都是要Enable 好 回到角色的部分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這裡我下載了服裝的Laura 所以就會連到Laura 那Prompt我都是抄 角色的Prompt 記住 只是寫和角色相關的形容詞 根據官方聲稱 這個技術仍然是有點缺陷 好像眼睛的顏色 或者造型 未必可以做到每一個角色都不一樣 角色的大小就跟回教學一樣 256x704 好來到這一部分 就是把剛才的元素加在一起 和角色出現在圖的什麼位置 和角色的邊緣做少少語化 這個我就設定了80 下面是一個綜合的Prompt 你去形容整張成品 在說什麼 還有最底這個Case Sample Advanced 的設定 我收拾一下位置 讓大家看看和之前的分別 由於上面的步驟 剩下的全部都是Noise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加了 我們DISABLE 加上它是接手上面的工序 所以是由上面結束那一步開始 上面我們是跑到第四步 所以這裡我們由第四步開始跑 亦都不會再有Noise 需要回去 所以這裡是DISABLE 跟著就是VAE UPSCALER 和照片的輸出 按Kill Prompt 或者Ctrl 加Enter 就可以開始GENTLE CONFI UI 的確是博大精深 而小弟我都只不過是在摸索階段 希望之後會有些高手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心得 在結束之前 我好強烈建議大家看看 CONFI UI的圖文教學 製作組就非常用心地用CONFI UI 製作了一些圖文 然後用一個視角小說的形式 做了一個教學 這個遊戲就不是很長的 其實幾分鐘就看完 裡面除了會有CONFI UI的教學之外 亦都會講解 Stable Diffusion新成的原理 大家除了可以看到CONFI UI的成品之外 亦都可以玩小遊戲 更加可以學到一些知識 一舉多得 這一集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CLSS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